是真的也是可以用的 派的商用 因為我們一般 在實際上的業務 一定會有什麼什麼單 什麼錶單 要讓那個 一般的使用者填寫 填寫的話一般是紙本 可是紙本有一些缺點 就是你紙本填上去之後的話 你還要再自己key上去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可以利用Excel 把這個紙本轉換為電子 的一個 工作表 我現在還沒有講到錶單 我如果說用一個工作表來做 那裡面的話有哪些部分呢 需要去做一些改良改善的 那一般的話呢 我們 首先我需要哪些呢 單號 單號部分的話呢 通常是需要自動產生的 還有訂 單的日期啦 日期部分的話呢 還有就是到貨日期 還有客戶 客戶名稱 客戶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呢 客戶他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包含的就是他的 電話 地址 客戶的名稱啦 電話 地址 那這些這些訊息的話通常喔 盡量還是不要自己key 最好是可以由什麼呢 由這個客戶資料 去產生 那比如說我這邊的話有一個客戶編號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個前面呢 把它key完之後 這個地方要自動產生 自己去抓什麼 後面的這個資料過來 那一樣的話呢 商品也是一樣 商品部分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key了一個編號之後的話 他也會自動幫我把 後面的品名跟單價帶過來 那帶過來之後的話呢 數量最好的呢 也是用選的啊 不然的話一般的使用者 亂key有時候會key錯 或者是key的數量太大 諸如此 那我們把它做一個改善 改良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完成的 那我們最後呢 這個需求是說 這個訂單的單號 自動產生 那日期部分的話呢 我們用一個now的函數 讓他自動去取得現在的日期 就不需要自己key了 另外呢 這邊呢 我們會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 就是 或 這個他的 極鍵或者普通鍵 那如果是 今天如果是 普通鍵的話是5天 那 極鍵的話是2天 最初鍵是1天 那 到過日期就根據什麼 根據 今天日期 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地方的天 比如說我今天是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普通鍵的話 那普通鍵呢 就是把這個日期加上5天 那如果說今天是極鍵的話 那這個日期就是 今天日期加2天 那最初鍵就加1天 但是這個地方還有改良的空間 比如說 要如何避開什麼呢 國定假日 或者 6日跟國定假日 這裡面的話 就需要 用一個函數 其實就可以解決了 用函數 我想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類似的函數 有一個函數叫 Walk Days Walk Days裡面 就是 它就可以幫你篩選出 6日 跟 是不是國定假日 這部分我等一下再來講 好 那這個下拉式選單呢 也是常常用到 為什麼 如果你要自己 就要用過類似的函數